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庄子一生不慕名利 只是做过蒙地七元的小官 之后仍持官归隐 始终贯彻他提出的思想 其实以庄子的才华 他并非无能力严造官 尤其是当时天下求然若渴 仰视之风盛行 齐国的跡下学功更招言纳士 以庄子的才华最低限度 可以成为诸侯的客卿 但他就选择归人 可见他实在是个言行一致的人 请你 得出所 请你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找到測舍 订阅 盧阅 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把測舍都能放在飞碎 我知道我才会看见 全球首个度调音 在測舍时还会看见 香港歡頻718台